朋友们好,继续分享新版的诗帅诗说,继续说叶剑英 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立主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全面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一正三复 邓小平成立了当时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又是写效忠信 又是给叶剑英注寿,然后谦和低调 换来了叶剑英和华国锋对邓小平付出的积极的支持 那么貌似一片祥和 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是这一片祥和只是昙花一现 叶帅特别爱家乡 所以有事没事呢,经常要回广东 后来叶帅去世以后,叶帅的骨灰不也藏在了广州 政变了,化业体制形成了 这个四平八稳了,似乎这个地位 四粮八柱也都支撑了 小平又恢复工作了 这个小事糊涂,叶帅是不是啊 这个,只得一满之鱼 叶帅又回老家了 又回到了广东 然后岭南故地 有一天呢,叶帅在广州的这个松园住在那 然后呢,一高兴的自己写了首诗 其中有两句是这么写的 叫,会当再奋十年度,归独阴纳梅水滨 阴纳,阴纳,阴纳山 阴纳山就是梅州附近的那座山嘛 叫阴纳山 梅水滨,那当然就是指梅州了,老家了 会当再奋十年度,归独阴纳梅水滨 就是什么呢,就是叶帅阳的意思就是 我还要再干十年 那时候叶帅已经八十岁了 然后呢,这个 这个烈士末年壮心不已啊 八十岁的老帅发誓还要再奋斗十年 然后我再这个归隐老家 再奋十年度 然后呢,随后这个叶尤未尽 叶帅又弄了那两句诗 叫什么呢 叫百年赢得十之八 老祭仍将万里行 什么意思 人生百年 但是我已经赢得了八十了 是不是啊 百年里有的八十年了 然后我是老祭 但老祭福利 我仍将走他一万里 就这几句诗 是被谁抄送给了邓小平呢 还是邓小平就听到了呢 还是怎么着 反正是 这个邓小平听说 叶建英在广州明治 要再干十年 不想安度万年 一看就是 叶帅不想安度万年 不想退休 那同样不想退休 也同样不想安度万年的 这个大黄雀 这邓小平 是不是啊 一看 这老帅怎么着 这是啊 这就不干了 这邓小平就不干了 我说啊 我我经常说 这个邓小平一生 只重亲情 不知友情为何物 他人对邓小平来说 那就是抹布 用完了就可以扔 于是呢 这个知道叶建英 不想退休 还要再干十年之后 我们这付出没多久 这个邓小平 就开始无独不丈夫了 就开始过河拆桥 翻脸 不认人了 不认这位 曾经对自己恩重如山 啊 这个老兄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如今 这位老兄 他们横在自己前面呢 并且他要再干十年 还要再走一万里 这邓小平不干了 不干了之后呢 就过河拆桥呗 就无独不丈夫呗 那邓小平干了什么呢 一板一眼 啊 开始了 先是拿出养风夹道的那一套 吃吃玩乐 是不是啊 用这一套招降了 咱们的中共内部的众元老 然后呢 为六千多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平反招雪 那 反正有没有呢 受没受打击 受没受影响 受没受迫害的 不管了 反正那六千个高干 通通给平反 死了的给招雪 然后呢 补发工资 然后呢 死了的开追悼会 这就让各位中共的这些老爷们 包括缺了的老爷们的遗孀们 包括一些遗父子们 感激涕零 那对邓小平感激涕零啊 于是感激涕零之余 对邓大人就开始马首实战 这是邓小平干了这么一桩 朝老干部使劲 接着呢 就瞄准了这个右主华国锋 和首辅大臣的一精英 在中南海里面 邓小平联合起来的这个陈云 陈云自个佬 联合了陈云 利用了胡耀邦啊 赵紫阳啊 杨尚昆啊 罗瑞卿啊 胡乔木啊 邓丽群啊 等等这些 啊 拳脚并用 是步步紧逼 汪东兴 吴德 姬登奎和陈希莲 被他们称为这个小四人帮子 这一会儿 就这个小 所有的小四人帮就步步紧逼 其实他们 是剑指这些小三帮身后的这个 叶剑英和华国锋 然后呢 然后邓小平这个时候想起大字报来了 他觉得大字报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起码今天是好东西 邓小平就声称 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呀 写大字报 七五宪法吗 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者批判群众发扬民主 贴大字报 这就等于邓小平公开支持大字报 于是呢 说完了之后 表完他以后就开始在私底下 纵容魏京生了 魏京生门 哈哈 邓小平包括动用自己的子女 包括这些高干子弟们 就和魏京生这些人就连了手了 就发生关系了 纵容魏京生们天天在那更新西单民主墙 天天在上面那妈的捅出一些中南海的一些事 然后呢就是邓小平他们子弟呀什么 就负责给外魏京生这些人爆料 魏京生他们就写 然后西单民主墙每天都更新 每天都都更新 哈哈哈哈 造谣声势 蛊惑人心 来 就这么就形成了中南海里面和中南海外面 算是高低搭配啊 内外夹击 邓小平 给自己营造了群众基础 和舆论氛围 然后他就开始清军策夺大权 那么当时军委呢 邓小平最看重的是军权 而啊 而当时的军委主席是华国锋 叶剑英是军委的第一副主席 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就是军中事实上的第一人是叶剑英 那么呢 邓小平 就首先要毛军权 他的第一个动作 就说军委里头是不是要重新设立一个秘书长 总览军委的日常工作 然后呢 同时呢 负责整顿军队的组织系统 哎 这话封了 叶剑英 起不出什么疑义了 是不是 因为 这共产党这个军委 建国以后始终又有秘书长 是不是 黄克诚啊 当初 后来的罗瑞卿啊 说指正的秘书长 再一个 是不是 叶帅 毕竟八十岁的人了 给你减轻点负担 是不是 日常工作 吃哈拉砸这些东西 别让你老人家干了 不让你老兄干了 给你找一小帮手 哎 话和叶呢 也就提不出什么东西 带小平说了 好 同意了 同意了 好 带小平说 我推荐让罗瑞卿 出任这个职务 做军委秘书长 那大家知道 这罗瑞卿 素与叶帅不睦 是不是 从五十年代初叶帅 从广东杀鱼而回 回到北京 先允赫 在军委呢 就就在军口上有 有有有那么几个虚职 什么训总 啊 什么的 有几个虚职 军科呀 什么的 那个期间 罗瑞卿 位高权重 那个时候他就是军委秘书长 还有 总参谋长 什么 就负责军 这个军队的日常工作 那个时候呼风唤雨的罗肠子 没少给叶金英穿小鞋 什么 叶金英忍气吞声 一直等到1965年年底 上海会议 叶帅 成了倒罗瑞卿的主将 那这段历史的党内军中近人皆知 当初打倒罗瑞卿的时候 不尊重叶帅 看不起叶金英这个光杆元帅 这是当时 罗瑞卿的罪状之一 那么 批罗瑞卿期间 罗瑞卿不是跳楼吗 没死成 然后这笑意传来 叶帅当时不是不吐不快吗 是不是 不吐不快吗 啊 曾经痛改心积极的 贺新郎 将军一跳 身兵裂 向何良 回头万里 故人长觉 一水潇潇 西风冷 满座一冠四雪 是不是 啊 高兴坏了 周兰 说叶 建英 啊 这个给大家助助兴吧 唱段平谈 叶金英甚至都能够上台 唱唱那一段正宗的那种用无浓软语唱一段平谈的 一书 这书发这个心中之喜悦 尽管 当年六五年年底批这个罗瑞卿的时候 当时啊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工作组的组长就是邓小平 尽管当时投资 尽管当时邓小平既致鲜明那批这个这个这个罗瑞卿啊 啊 啊 对ask鲜明的是鲜明的表态 但美 BY 中原軍队是党的命迈 无产阶级的命迈 让罗瑞卿这样没有党性 作风这样恶劣 资产机思想充满脑袋的人 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 这是邓小平当初 那批一罗的时候鲜明的表态 听说罗尔卿跳楼了之后呢 没摔死 这邓小平既然幸灾乐祸 他说他形容罗尔卿跳楼 是跳了个冰棍 说人家跳楼都脑袋朝下 罗长脚先着地了 这都跳了个冰棍 这个当时批罗的时候 邓小平也齐之鲜明 但此一时彼一时 是不是 此一时彼一时 你为什么 你老帅八十岁了 你还不思气无垢 小平我 我就叫你冤家来巨头 来巨头 他就把这个罗尔卿给掌上来 让他做秘书长 这也属于 在军委里面掺上 沙子了 这不是掺沙子 是抛石头了 大大的一块罗尔卿就成了一块大石头 罗瑞卿如愿的 做了军委的秘书长 算是官夫原职 瓦大米之前就军委秘书长 然后这个罗瑞卿对邓小平就开始 治恩土豹 成了邓小平的赶架 明天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